民间乡县152与头44住家排水沟 老旧土石多每逢下雨就造成水淹路面 以及新光春湖坑向产业道路 路况差长年以来困扰民众 在众人陈情之下 县长林明珍会同立委许淑华 前往县场会刊了解后 指示公务处尽数发包改善 以提供民众通行安全 县长林明珍会同立委许淑华 前往民进厂会刊多处道路 以及水沟改善工程 民进厂表示 民进厂线到152线44k到47k加300 以及头44线0k到2k加561 为本府管辖之编号道路 经巡查两侧道路杂草重生 这并原有道路边线 道路影响路容 测沟也有预计现象 造成排水不良影响交通安全 截需轻余改善 部分路段也有损坏坑洞 需要雅固 手续经费约是161,004元 民间县 这个柴那川头九线 顶差不多四五条 这些路面都已经海贴了 包括排水锅都堵塞了 这边这种统统差不多6条 都直接浮受水平 浮受保留路面 还有排水锅 移植要清除 做一个来训统 大概中港区有3万 因为这种虽然 幸福是谢谢 但是对对整个机制的环境 像水也不通 像水锅炒毛毛 水也不通 还钉 要是要去浸泡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紧紧 要先进 许立伟及当地村长纷纷表示 这些路段有的严重阻塞 有的淤积 一下雨就容易造成灾情 造成民众出入不便 感谢县佛重视乡民需求 克服踩成困难 筹筹经费 为乡亲改善道路以及水沟 这个水沟呢 因为现在是夏天期间 那水苗白白出现时 形成了死水 那么就容易产生一些病原纹 那么我觉得这个在我们 这个做农的上面 就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加速来改善这些的工程 希望说给我们基民的基督徒 这些白水可以非常安全 而且不会形成恶错的状况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村长 都非常辛苦 大家非常用心在这些道路头顶 林县长逐一勘察了解 道路损坏情形 以及水沟失色现况 与预计情形之后 知识公务处尽速发包改善 以替生民众通行安全 改善环境以及生活品质 记者财时期 明镜乡采访报道